伯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了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诈值凌晨 考了FM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一聊Uber 几天前杭州市教公路和鱼航堂路 出现大面积拥堵 据网友爆料称 拥堵原因已是Uber司机被钓鱼执法 导致数百辆Uber专车前往深院 几乎放人放人 场面失控 大量民进赶到现场 最终事件还是得以解决 这并非孤立 也是在不久前 广州市也同样发生了一起 针对专车的钓鱼执法 那么也是有大量的专车司机同仇敌凯 赶来堵住执法车辆 不准钓鱼人员离开 一度也导致现场疼风瘫痪 这两起事件呢 其实折射出的是Uber 近期以来在大陆被封杀的尴尬状况 不管是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或者是我所在的城市成都 Uber 现在都遭遇了严厉的打击 Uber之所以被打击呢 又主要是被有关部门定义为非法打车软件 而打击它的手段呢 都是用钓鱼之法 因此 Uber时机的这种愤怒和这种抗争 也可以理解 像我最近做Uber 师傅一般都要我做前面 假装的是朋友 如果是美女呢 一般我就做前面 但如果是个臭男人呢 那么我一般就说 我不用做前面了 万一交尾来查 我一定不配合 有头就走 交尾 他没有针对我们普通公民的执法权利 他没有权利来强迫我做证 我就是支持Uber 却不配合 他咬我 其实将Uber算作打车软件 并不准确 Uber本质上是将多余的社会资源利用起来 它的定位呢 是为乘客提供一种高端和更私人的出行方案 当然现在呢 Uber的高档车也不是那么多了 很多Uber的普通车 但这个高端仍然可以反映在服务的质量上 相较传统的出租车行业的服务 Uber的服务的平均水准 是确实要高端的多的 事实上 Uber不只是交易 而且是社会资源的重构 它极大的降低了 用户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发现成本 与交易成本 不过呢 尽管Uber司机和Uber的轿车者 都享受到了极大的利好 但是Uber这种模式呢 却触碰到了当前的这种 出租车运营权垄断和排照管制 而且Uber现在合作方只有租车公司 以及与几方注册的租车公司签约的个人司机 那么这个呢又恰好碰到了红线 这个红线就是交通运输部规定的 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 那么这个红线背后呢 则是交易的利益 Uber对出租车的冲击巨大 长此以往交为每年巨额的出租车归费去哪里收呢 实际上出租车的巨额归费并不公平 像成都一台普通的出租车 大概每个月的归费是在9000多到14000不得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昂的一笔租金呢 一笔归费 而对应着Uber呢 它不但不给Uber公司方交任何管理费 而且呢Uber管理方还会给它补贴 那么Uber实际上的平均收入 高出出租车实际两三倍也很正常 事实上Uber不只是对中国出租车行业冲击巨大 它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冲击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 比如说到今年三月底 Uber令美国市场传统的第一次 机场巴士业务从85%降到了52% 而在欧洲的华沙伦敦都出现了出租车团体 针对Uber的抗议 而且呢泰国印度韩国法国西班牙等14个国家 都严厉警告Uber甚至发出了禁令 中国现在其实和全世界面临着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以Uber为代表的新技术 正在革传统行业的命 每一次社会革新呢都会带来对传统行业的颠覆 像一些船壶台 那些船壶小姐 曾经我们都喜欢她们甜蜜的声音 松先生有人呼你啊 请回电多少多少 但是现在呢这些船壶台啊声讯台啊 他们通通都消亡了 那么往日这些船壶台 甜美声音的小姐的命运 现在呢可能也要落到出租车司机身上 面对这种呢查处封杀 可能是最简单规避责任的监管方式 毕竟交委收了出租车的份子钱 就要保护别人 就黑社会都知道 你收到保护费 你就得保证别人的正常运营 可是呢要封杀优本 对交委来讲 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技术革新 它是不可能被阻挡 就我们用过火的人 是不可能再回到乳毛吸血的时代 现在呢被优本调动起来的社会资源 也不可能再沉睡下起 所以呢要封杀优本 就好比是堂壁挡车 我不用想起近代中国 在面对铁路这些新技术时 也一度选择了堂壁挡车哦 最典型又最滑稽的例子 就是无松铁路 那是在1863年 英美驻上海的20余家洋行 借洋枪队帮助清政府击溃太平军 收复苏州的机会 联合请求允许他们 铸造一条自上海到苏州的铁路 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 他算当时相对开明的官员了 他虽然同意 但是呢 却震慑于举国的官员和自治分子 对西方技术的集体抵制 不敢擅自做主 那么将事情推给了朝廷 朝廷呢 让李鸿章又转告西方商人们 只有中国人自己建造和管理铁路才行 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 像1876年他甚至假托名义 拆毁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 那是在12月13日 中英两国决定以28.5万辆白银的价格 由中方购买无松铁路 两家总督沈宝珍本来考虑过 就是购买了无松铁路之后 支办经营 最后呢却还是选择了拆除这一铁路 1877年10月20日 最后一笔款项付清 28.5万辆雪花引付清之后 无松铁路就被完全交给了中方 随后呢就立即被拆除 轨道被运往台湾 火车好像是丢进了长江 不过在顽固的官员或者知识分子 都抵挡不了技术进步的大厂 铁路终归还是在近代中国迅猛发展 又叫做被拆掉的无松铁路的铁轨 1883年又运回上海 再送往北方供修筑开平铁路 你看晚清政府所干的事情多么荒唐 连修的铁路 无松铁路有利于中国的交通货运贸易 我们觉得是老外的东西 就得把它干掉 把它买过来 花钱买过来之后 却自己不利用 还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呢 又运往台湾 运往台湾之后呢 过了六七年 由于中国也终于要修铁路了 又把它重新运回来 你说这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干 瞎折腾 不过在当时反对铁路的呼声中 有一派观点呢 现在来看并不一定是那么糊涂 这一派观点认为 铁路会让一部分群体的生计为难 像比如南洋大臣刘坤一 也算当时的一位开明的大臣大远 他认为铁路确实有利于人民出行 也可使三股得利 但是呢 货物流通便捷的同时 却会导致传统的物流 比如说船只 比如说罗车 比如说旅舍等 他们都会生意萧条 会导致部分人群的事业和生计维艰 而两江总督 曾国藩 跟他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 他也反对修铁路 他认为听其创办电线铁路 则车旅任脸 旅店 脚幅值深度穷矣 跟刘坤一的观念差不多 认为铁路只要创办了 那么赶车的赶驢子的 开旅店的 然后扛大包的脚幅等等人等 那么他们的生计都将非常窘困 曾国藩甚至认为 为了小民的利益 为了人民的生计 我们不惜要与老外开战 曾国藩对西方势力 一般认为是相对比较软弱的 比如说办理天津教案 被当时的所谓的清流 抨击神多 但是在办铁路这个事情上面 他都非常强硬 甚至认为 如果老外硬要在中国修铁路 那么我们就要跟他开战 因为这会伤及民生 曾国藩和刘坤一不明白 其实铁路这种技术革命 它确实是有破坏性的 这破坏性呢 用经济学家熊彼得的 创新性毁灭这个概念来解释 那是最清晰不过了 熊彼得认为 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他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 一路马车或油车连续相加 也绝不能得到一条铁路 只有真正发明的铁路 才是对一路马车或油车的革命 与此同时呢 这种技术革命也意味着毁灭 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 新的技术及组织方式的出现 意味着对旧的技术及组织方式 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 铁路的出现就意味着 对一路马车或油车的消灭 那我们说回来 还是说Youber Youber就是典型的一种创新型毁灭 而且呢 它未来的空间和可能性 还远远被低估了 2015年全年 Youber的营业收入 预计会达到100亿美元 抠除大约80%的 实际收入分成后 公司净盈利收入还有20亿美元 Youber的利润呢 没有公开数字 但是呢 对于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公司 短期盈利不是它最看重的 今天的Youber 在全球54个国家 和200多个城市开展业务 Youber在全球的活跃服务的司机 就是说至少每天载客4次的司机 在2015年初 已经远远超过了160万 而在2015年初的 轻易能的融资中间 Youber公司股值高达400亿美元 在5月份 Youber公司准备新的一顿融资 它的预计股值超过了500亿美元 如果仅仅是一个出租车的替代品 Youber不可能没这么高估 除了运送乘客外 Youber可以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 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大多数地方 5分钟内叫到车 那肯定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个车5分钟内送到 比如说Youber在新泽西和纽约 就正在测试一个快递业务 叫Youber Rush 在首都华盛顿州呢 它也在测试一下新的服务 就是说10分钟内 把常用家庭用品 比如牙膏 卫生纸药品等送到你的家门口 而在纽约和芝加哥 它推出一个快餐服务 10分钟内可以把一包快餐送到你身边 Youber呢 还在和一些奢侈品店合作 计划推出当日送货的服务 我们再往长远看 如果Youber把本地物流送货业务做好后 长距离的卡车飞机和货船运输 是很自然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不要以为Youber只能有私家车加盟 那么大卡车 货船 甚至飞机 都完全有可能 融入Youber的这种联网模式 而且呢 关于Youber的未来 无人驾驶车辆 或者无人驾驶的小型机 肯定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这里顺便说一下无人驾驶机 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 无人小型驾驶机 现在一般被用来各种航拍 而我见过最诡异的一种做法是 用美国有高效 利用小型的无人驾驶机 用来抓学生逃课 天上飞着这个小型无人机 一看一看逃课就蹦蹦蹦跑过去 拍几张照 然后对他蹦蹦蹦开一张墙 中国也用这种无人驾驶机 在校园里面巡逻的话 估计逃课的孩子会少很多 当然我并不担心逃课 因为我自己的课从来不点名 但我的上座率 一般来讲都是这个名列全毛的 一个老师要靠点名 或者靠惩罚的方式 才能把学生拴在课堂上 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无能的 也是非常可悲的 其实我自己本人 大学的时候逃课也非常多 当然呢 我那时候逃课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 那我的大学老师没有一个 比得上我现在这样的老师 好不说这种也能 我们说回来 Uber呢 还在和匹兹堡的这个卡莱基 麦农大学展开紧密合作 有大批科学家被他雇佣 投入自动驾驶应用的研究 无论驾驶呢 也许还需要10到20年时间 但也许只需要3到5年时间 我们都知道这个根据这个摩尔定律 对吧 每两年这个电子产品的计算速度 就会增一倍 那么自动驾驶的广泛应用 那么也是指日可待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 在未来 Uber最终会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成本 降到比自己买车更低 有分析师呢 最近如此评价Uber 如果你把Uber 当成替代现有出租车公司 它其实不是一个多大的革命 但是如果你意识到 Uber不但像现在的这出租车公司一样 可以帮你从甲地到地地 搭着你去看你的女朋友男朋友 或者同时看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绝不仅仅是这样 那么如果你意识到 Uber可以把你的孩子送到学校 把你的父母送到机场 带你去约完会 喝完酒后再送你回家 而且还给你送一些日常用品上门 那么它就大一点 而等到如果以后 你不再需要自己买车 你完全可以用Uber 解决一切用车的需求 那么这个Uber就更加巨大了 直到如果你把Uber 看成一个超级联网计算机 每天在全世界运送上亿的人和货物 连接一切 那它就将是实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 它将会和苹果 将会和微软 将会和Google一样 那么成为当代最大 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公司之一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有位战斗英雄叫卡斯特将军 1876年 他在美国西北部围剿印第安人部落的时候 遭到人数数十倍于自己的对手 被突袭挂掉了 可能一下子嗡嗡 冒出很多印第安人 又射箭啊 又拿匕首筒啊 还吐口水啊 然后还这个用乌书啊等等 传说中呢 只有卡斯特将军临终的遗言是 他妈的这么多的印第安人 都从他妈哪里来的 现在顺风快递 中通 原通 深通 还有停车场的经营者 运输污流产业链上的各位朋友们 你们都要小心了 优本用户只会越来越多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要也像卡斯特将军一样 在未来发出哀号 他妈的这么多的优本 都从哪里来的 拥抱技术革新 支持优本 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儿结束了 我们下周一 欢迎继续收听 食物鸡蛋 我们不听不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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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sophomores 谢谢 谢谢大家